泰鲁格号出轨意外拆散了数十个家庭 国民党立愿党团全体默哀一分钟 不过除了事后默哀台铁意外难道不可避免 所成立的总检讨小组 换了院长之后 这个新的院长就不干了 就不理了 就不做了 总统你知道吗 2018年普悠玛发生翻车意外 当时就成立了台铁大体检专案小组 没想到赖金德下台之后跟着不了了之 而蓝伟质疑玄缺已久的台铁局长 也是苏贞昌刻意不核定 是不是因为苏贞昌持不核定 所以没有台铁局长 是不是因为苏贞昌跟林佳龙之间的夙愿 所以迟迟不核定林佳龙送上来的 任何报告任何人事案 乱扯到局长玄缺 是因为院长跟部长关系不好 不信检查出兵 当然不管政治责任 或是台铁民言化 及未来的改革 这个当然都需要检讨改建 不过工程发包也还是台铁的业务范畴 怎么样交通部都难辞其咎 面对各界检讨究责 林佳龙表示自己绝不恋战 个人的去留不重要 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抢救跟抢修的工作做好 那我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让这一个事故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 不过现在连肇事工程车是不是停车的状态 工地现场又是不是在赶工加班都还有待厘清 届时该负的政治责任谁也躲不掉 网友新闻领委屈黄运城台北花联报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